画家礼堂是横跨南北宋时期的著名画家 对两宋绘画的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影响力 有别于郭西早春图 以远观试点描绘主山的大观式山水 礼堂万货松风 是将物相拉近的静观式山水 万货松风所描绘的景致是山间幽谷中清誉茂盛的松树群 前景为低缓的岩石及松林 松树根部纠结于岩石间 显露出实质的坚硬 而后方的山石如同舞台的聚光灯 轰托着松林 画中的山体岩块 大致都以墨线勾勒轮廓 并以毛笔侧风 层叠村擦出如斧头砍凿的岩壁纸里 再加以轰轮上色 山腰间以柳白表现云气 营造前后空间感 使得画面有疏密相间的效果 左右两侧 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瀑布流泻而下 画家借由弯转的圆弧线条 描绘水的流向 将峡谷空间推至更深处 松林边的泉水潺潺流动 细致地添加受岩石激起的小水花 营造了源源不绝的水泉景致 让山谷充满了生命力 深受礼堂影响的南宋画家萧赵 山腰楼关图中 处理山岩崖壁的方式 与万货松风图技巧相近 不同的是 这幅画突破了北宋主风 鼎立志中的构图方式 将主山庞仪 占满画幅左半边 为画中的石井 而右半边 则是烟雾迷蒙的平原景色 为画中的虚井 虚实相间 相互呼应 为南宋绘画边角构图之发端 也呈现了礼堂风格 在南宋的成绩与转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